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有钱人 第七 拥有自己的房子 第八 帮助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 第九 存够一笔钱提早退休 第十 做一件突破自我的事情 第十一 有中场休息的机会 十二 变年轻美丽 十三 创业当老板 十四 变成有智慧的人 十五 环游世界 十六 拥有豪宅 十七 嫁或取有钱人少奋斗二十年 十八 获得世界级大奖 十九 拥有一台法拉利名车 二十 再婚一次 二十一 小孩上哈佛 今天我要给您读的这篇文章 就叫做《小梦想大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瓦秀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你好 我是欧德杨 欢迎收听美香书房 虽然这个调查是在2009年所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名的就是全家平安健康 百分之七十三点九的人都选择这个 而不需要付出努力 纯粹靠运气 中马票或中投奖 则成为第二名 第三名是成为快乐的人 第四 第五名非常的接近 那就是继续保有现在的工作薪水 或者是升官加薪 针对这份调查 针对这份调查台湾的台湾医院精神科医生许正典解读 他说不景气之下 大家都不追求高成长 只要平凡幸福就好 而且是能够拥有的才算是真正的拥有 所以平安健康就是最实在的心愿 那么当时2009年就说了 这份调查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个人到企业 大家的心灵都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变 尽管这个小梦想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如果人们的心灵上的这种感受 一直退缩消极就值得注意了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精神治疗权威 黄浩威提醒 就是在台湾的中产阶级 是很关心这个社会的 一旦不景气 大家便保守之后 甚至只关心到自家人平安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少谈论社会话题 相互之间的关系 也就会越来越孤立了 你说这样的说法 在我们新加坡是不是也存在呢 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显示 只有10%的人 会做梦而且会执行 他们的梦有感染力 那么这个精神专科医生分析 社会上有三种人 一种是会做梦也会执行的 第二种是会做梦 但是不敢去执行 第三种是不会也不敢做梦的人 你是哪一种人呢 而这10%敢做梦 敢执行的人 对社会有感染力 他们的梦想越大 社会就越来越有希望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哎呀我的梦想 跟这个社会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个社会一切的进步 就关键在这10%的人 因为他们敢做梦 而且也会去执行 那么第二种人 他担心梦对现实有威胁 所以不敢做梦 但是第三种人 是不会做梦的人 他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了 做太多的梦没有意思 危险的是 不会做梦的这群人 在社会中是占多数的 景气不错的时候 社会安定的力量 他们不会胡思乱想 循规蹈矩 他们认为老天爷 会给我们一个未来 但是当社会不景气降临的时候 社会变迁越来越剧烈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觉得 哎呀为什么世界 都不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而这个时候 就制造了很多社会 还有你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朋友 知不知道有一位导演 叫做魏德胜 他导过海角七号 也导过这个 一部原著名的电影 非常的有名 那么他就曾经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 我觉得梦想 其实就是 你想要怎么样 然后你去做什么 他回忆 他说我第一次一个人 坐在MTV 暗暗的小房间 很安静的把一部 四海兄弟电影 从头看到尾 哇 这就是电影啊 他说他瞬间 整个视觉 还有心 都一起被开发出来 他说一个人 他说一个人 只要喜欢一个东西 突然间 你就会把自己 从一块钢铁 变成海绵 吸得饱饱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一种经验 魏德胜导演 他相信 上帝 在每个人出事的时候 都会给你一把锄头 去挖掘你自己的田地 那么魏德胜 他发现自己的锄头 经过时间的累积 梦想也就越来越大 我想请问你 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新加坡的美香秀 伊娃首 美香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太多人把钱 当作是唯一的梦想 而不是把想做的事情 当成梦想 这句话对你来说 有没有震撼力呢 魏德胜 他认为 专心在你的工作上面 财富是本来就会来的 而现在呢 我就提供一些方法 让你来做梦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专家所建议的 总共有几个方法 我先念给你听 第一个方法 就是打破规矩 过不一样的生活 过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生活 只要不一样就好 比方说你每天都回家 你现在不一定要每天回家 比方说以前周日就全家出去玩 可是现在周日可以一个人出去玩 就是把规矩打破 这个我很有经验 我觉得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或许你可以想想 找出一件小事情 来打破规矩 过不一样的生活 你就会发现 你的思考方式 而且你会跳出一个框框 来想东西了 经常这样做的人 就有办法开始做梦了 第二个方法是 越是恐惧的事情 越去试试看 大部分不做梦的人比较理性 恐惧的事要碰一下 就会刹车 所以不用担心 自己失去理性失控 只要稍微释放一点 非理性的力量就很够了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 你真的要去做 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是说给自己 稍微放松一点 非理性的做法就够了 不做梦的人做这种事 虽然不会太持久 但是会感动 而那种感动 就是一个种子 比方说 你终于第一次 一个人去看电影 去了以后 会感觉到 一个人看电影 是不一样的 也许下次 就会去找更多 一个人的感觉 这就开始了一些可能性 到了哪一天 你就真的 敢去做梦了 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是 至少培养一个 完全没有目的性的嗜好 如果前面两个方法 你觉得都不行 那么你说 哎呀 第一个我也不敢 第二个我也不敢 那么你就去培养一种嗜好 跟你的专业 跟你的生活 没有关系 或者是目的性 没有目定 就是无用之用 就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 实际上 它确实是有用的 那么 无用之用 对人的帮助很大 就像 嗜好 跟没有嗜好的男性 退休以后的适应力 就不同了 对吗 这个适应力 并不是来自于 他的嗜好 而是他会知道 原来世界 有不同的运作方法 所以他就能够 接受另外一种方法 有些人一辈子 过一种生活 他不敢 他觉得 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种目的 所以你可以培养一个 毫无目的的嗜好 你就会发现 人生可以用 很多种的方法来活 所以呢 这个就是提供给你做参考的几个方法 最后想跟你分享的就是 在不景气的年代 人们做梦的机会成本比较低 也就是说 如果现在是非常景气 你要做梦的话 基本上成本会比较高 例如说 过去景气好的时候 你想创业 创投公司看到 哇 你这个要六七年 才能够回本的案子 都会打退堂股 但是现在不景气 他会想 哇 六七年能够回本啊 那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就会有人愿意投资你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不景气的年代 做梦的机会成本会比较低 那么梦想更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有执行力 例如说你注意细节 执行会遇到什么困难 你要事先就把它想好 有人说过 越注重细节 成功率就越高 我们现在举几个例子 1873年 安德鲁卡内基 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创办了他的第一座钢铁厂 利用低成本的条件 打造出一个钢铁帝国 成为全世界 在那个时候最富有的人 那好像有些人常常讲 历史告诉我们 危机会带来机会 不只是惠普啦 卡内基 像GE啦 或者是迪士尼啦 微软这些企业创办人 都是在景气衰退的时候 所创造的 因此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你分享 小梦想也是会有大未来的 所以希望你经常记得 你是不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以上这个美项书房 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 希望能够为你开窗 每项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大家好 我是林新洋 欢迎收听 每项书房 每项书房 谢谢你的收听 每项书房 让你的生活更美好 立地呼声 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一个让孩子爱上学华文的节目 一个让家长知道 怎样帮助孩子学习华文的节目 一个陪孩子一起复习功课的节目 请立即订购 325EVA妈妈学习频道 并播电1630询问详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2 3 2 1 3 2 4 6 2 7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